我听到刚才所说的压力 抑郁 焦虑 还有没有第二类型 精神科经常见到专业人士会有的情绪障碍或问题 其实除了焦虑问题 我们经常见到会失眠 失眠 很普通 因为失眠和两大情绪症状很有关联 一个是焦虑 一个是抑郁 所以无论是焦虑或抑郁的朋友 他们很多时都有不同的情况失眠 其实失眠可以分很多种 有分早段的 中段的 或者是后段的 不同的失眠和不同的精神问题有多些关联 例如焦虑的朋友他们因为太紧张 到睡觉应该入睡的时间他们都放松不到 他们的脑部都不断在环绕着他紧张的事情去思考 所以他们很难入睡 所以我们通常说的就是上床到闪了眼 但脑不断在那里转 转了一个、两个小时 转到差不多两、三点了 才累到要睡一会儿 但睡完一会儿 睡得不好的 因为脑还是不断在那里转 可能会有很多恶梦 梦通常都跟他日头有关的 紧张的事有关的 可能睡得过两、三个小时 便会紧醒了 紧醒又再继续想 这就是很常见焦虑的情况 睡得短、睡得差、多梦 自分 难入睡 但另一种很常见和失眠有关 就是抑鬱症的朋友 其实也会有失眠的情况 但失眠有少少分别 他们的失眠就是会觉得 他入睡 他能入睡 因为他平日已经很累 没有精神 他能入睡 但入睡的时间 就不维持得很久 可能去到清晨三、四点 睡得过三个小时便醒了 醒了便无论如何都睡不回 但还是累的 很累 而且那个时间很容易是情绪最低落 很危险 好像有些事 我们看到有时 过往的报纸跳 也是晚上跳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问的问题 例如会不会是 睡觉睡到去 清晨四、五点 刚刚所有人都熟睡 但自己无论如何都睡不着 然后又再心情低落 而事实上清晨的时间 是最危险的 对这位朋友 因为那个时间 没有人看到他在做些什么 他又情绪很低落 又看到天空又黑了 做些什么都未知 所以那个时间做一些傻事 其实机会是最高的 是 是 我说了 照来 这两个都是我们叫 我们叫主研人士 如果真的去到那个位置 是 是 天空都忙忙忙忙 到晚上睡不到 都想着那个项目不知怎样 明天不知怎样跟老板交代 明天又要再做 明天又要再做 明天又来 他会很累 会逃避 会很累 会很累 会提不起劲 或者会完全是 正如John所说的 有些逃避的感觉 他不想回去再面对 因为一想起 就已经开始有个紧张的感觉 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所以那些专业人士 其实早上班也是很辛苦 经常来说工作时间长 或者需要做这些决定 他又觉得很难应付 很大压力 很大压力 刚才所说 他专业人士有个特色 他读很多书 他读很多字 或者对他自己 对文字上的东西 对知识上的东西 他有信心 是 打开手机 你查到什么都有 他看完这些东西 这些能力 能否帮到他手 例如我英文也不懂得多一只 你叫我打开看 这么多龟腸 不要搞我了 但这些所谓 能够 语读能力很高 学习能力很高的知识分子 帮不帮到他自己手 其实我见过有两种情况 例如知识高的朋友 或者他喜欢阅读的 他有时他会不断去找一些方法去帮自己 事实上在坊间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例如心理学 一些自救的方法 一些舒适 一些短片 其实有机会都会找到 其实有些朋友 如果他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看了那些资讯 而又尝试跟着那些 例如看一本书 讲怎样放松的 他跟着做 呼吸化 其实都会有一部分帮助 知识都是帮到人的 但问题是那些知识 未必可以完全帮助一个人去分辨 他的程度去到哪个位置 或者最合适 这一刻给到他的治疗是什么 就是书本 知识就是知识 他不可以完全代替一个医生 在见一个病人的时候 他的感觉 他的诊断 他的判断 所以这一件事 就会有些 反过来 如果一个人太依赖自己的知识 而忽略了 其实医生也是他的角色 医生也有他的经验 或者能力 或者判断 完全靠知识 来取代他 就会令到 那个情况 其实还延误了 延误了 就是畏直记医 或者他不想再 让别人知道他有这件事 他会拖延了病情 或者治疗黄金的机会 都有这样的 有好的影响 亦有坏的影响 治疗也有黄金时间 是的 通常我们发现 每一个神经系统 其实他初段是正常 到很不正常 都是一个过程 一个改变的过程 这个过程 如果我们不理他 他会有个恶性循环 会走下坡 所以如果他出现了症状 又未是很严重 已经去干预他 我们的经验就是 第一次吃药 或者病情 由开始发病 到看医生的时间 是短的那些朋友 他们吃药 只是需要很少的药物 甚至乎比正常 是一半的分量 他们都已经有很大的进度 吃一点点药 两个星期 他已经进步了很多 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有很多病人都是这样 至于你说 拖延了半年 甚至乎一年 的症状 才去吃药 其实他的效果 又会慢些 和要久些 药的分量也会高些 都有黄金的时间 明白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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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